我們農村裡面的五醬當中 泥水跟木醬是很受人尊重的 到哪裡第一杯茶都是我們泥水醬先喝的 我們土樓建築材料都取在於當地 主要是土石還有木材 建土樓什麼顏色土 只要它含有一定的連性 含有一點的砂質我們就可以用 在挖基礎的過程中 我們有的往往就挖了很多石頭 我們就利用那個石頭去基礎 就地取材 建土樓的木頭主要用山木 俗話說風吹萬年山 水震千年壽 山木在土樓建造當中是最好的材料 我們所用的工具都是很土 每項工具都有它的獨特用處 不同的地形就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土樓大小 不同的土樓形狀 樓大之高 樓小之矮 平大之方 平長之扁 鋼蚊之原 建土樓的時間一般正常的要有兩三個月 根據畫的土紙 圓的放樣 方的方的放樣 放樣以後就是挖基礎 我們以前這些基礎都是用不同的石頭來煮切的 硬平硬 這樣一個個擂起來 切石頭正門技術是最難學的 我們就長短這樣戳開 要跑到中心瘦壓 1米5的石頭 正常的切法要三層離切 左邊一層 右邊一層 中間一層我們還要切 把比較大的石頭放在中間裡面 其他的就是用小的石頭 把它縫隙填滿 政府人上面還要用石頭切起來 我們客家人叫石角 其實就是石基牆 它主要是保護土牆 基礎切好了我們就焊土牆 我們的土都是山坡土 焊下來土起碼要發酵7天左右 憑我們的長期焊土經驗 就是把土抓在手上 裂子子子子子 耗子子子胸 拍板一拍下去我們就知道了 焊石石我們打下去的時候就跳得很高 焊不及時的土牆拍下去它會拿都拿不出來 不能死板 我們說的是日宋牆 太陽會把那些牆推倒 按綠學的分析來說 它們兩邊的牆體的沉降不均勻 我們就要掌握光照的時間 焊土牆的時候 日照時間短的面 旁邊加焊一遍 一層土是焊三遍的 我們叫山中四周旋 中間是焊三遍 旁邊是焊四遍 我們叫它的旁邊跟我加焊一遍的五遍 乾了以後就有強度 跟石頭一樣打都打不下去 土牆也是跟我們基督一樣的 放其他的紙條、毛竹 土牆不會裂負 它主要放進去就受了作用 土牆焊好一層 我們就焊一層的木料 最後我們就焊屋面的木料 木面焊好了以後 我們接下來就鋪瓦 瓦鋪上去的水 從瓦上往兩邊流出來 我們叫瓦石 土螺就建成了 最後一個人從屋頂上下來就是磊水漿 所以我們性命築在上廟 18歲那年跟我父親 寫的磊水漿都比較前面 不像現在分的那麼細 籠統統統的 什麼做做 我父親也很嚴格 要學就要認真學 會害死人 在我手上 跟我父親手上 就沒有發生過一個 土螺意外的工程事故 我們要靠團隊精神 大家互相合成 這是最關鍵的 我父親手上帶的徒弟 幾百號人是有的 他從來被罵了 做錯了就是我自己來 心裡面有迴響 他跟我們做錯了什麼 他的私德就是在這方面的 瓦石是我們的歌顏 群奮是我們的本質 我們就是這樣的